接下来我们开始启示的练习 好,在整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动静结合 好,须领顶静,下额微收 摆绘上领 通过呼吸的边长均匀,一气合成 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屈膝松胯 好,重心移至右腿 好,左腿微微领起 始终保持身体的中正性 好,横开步 与肩同宽 好,脚慢慢地落下 转换重心 好,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不一定保持中正 所以当有动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调整身体 好,周身放松 双手起 与肩同高 就可以 好,双手下按的时候呢 肩先放松 走坠 手有一个向外的一个力 慢慢向下 好,合于我们的垮关节前 与双手与双脚相合 好,再来一遍 好,在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主要的啊 就是要以动静结合 所以练拳的时候 以身法中正为主 好,蓄拎顶劲 摆会上领 一气合成 好,气沉 好,松胯屈膝 重心移至右腿 好,调整好身体的中正性 左腿 膝盖微微上领 横开步 好,开的距离 大概和肩一样宽就可以 好,脚慢慢落地 移重心 好,周身放松 好,双手起 与肩同高 好,手落的时候 不要直接下按 通过肩的放松 走的下坠 手微微有个向外的力量 慢慢下落 合于自己的垮关节处 达到一个手与脚合的一个目的 身体没有任何的动作 达到一个动静结合的要求